好另外看眼放眼美食的天堂洛杉矶吃到饱的自助餐林立 不过呢要能不输给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豪华自助餐 而且有本事在周日一天吸引3000人排队用餐 如此超人气的餐厅从蒙市10号高速公路往东到安大略路上就有那么一家 因此呢东森美食记者叶洪志 就要和南加州的美食布洛克贝尔一起带观众朋友大开眼界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单元 今天我非常的伤脑筋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欧拉她要生日了 生日要去哪里好呢 所以我今天特别再请到了我们的美食布洛克 也就是我们的美食美少女贝尔 来我们说一下到底要去哪里 贝尔求救啊 生日当然要吃好料的 带你去吃一家CP值超高新鲜又好吃的Luxy Buffet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走 一走进Luxy Buffet 一边是各国美食料理椅子排开 另一边是可容纳200多人的用餐空间 宽敞又明亮 这就是脸书上拿下9700多个赞 洛杉矶一栋人气最夯的自主餐厅 再走进仔细瞧瞧 这些堆满满的蟹饺与生蠔 可是新鲜大分量 而且随时供应 绝不让客人等 如此高品质的服务 最被老涛所称赞 我们做到小型的东西 我们不喜欢烹饪 我喜欢很多餐厅 他们烹饪 他们放在冷凍箱里 冷凍箱里 我们不做这些 我们烹饪的一份新鲜 我们有老师 他们在看店铺 我们烹饪的一份新鲜 我们不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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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做这些新鲜 我们不做这些新鲜 这就是非常不同的 好啦 那既然是帮朋友亲生的话 我们当然也要跟贝尔比一下 我们的美食知识 像我刚刚这样子 很仔细专业的看过一轮臭 我发现 喂 这个寿司真的很不错喔 而且这个新鲜爽口 而且真的是肥厚 贝尔 美得比吧 来看看我们的这一盘 传说中的起司橘龙虾 这边怎么可能会有龙虾 这个你一定吃不到的 有 这里的师傅 每15分钟就会烤出一大盘来 让你一定都吃得到 又输了 是的 就像贝尔所说的 美味多只又肥厚的橘龙虾 平均每15到20分钟 就会端出满满一大盘 日本料理台上从肥美的生鱼片 大片的握寿司到各种寿司卷都有 不论是California Roll 最高贵的Rambo Roll或Spider Roll 一眼看过去超过20多种 都是后台的寿司师傅 现捏现做 种类真的非常多样 吃好吃的美味绝对不嫌多 因此呢 接下来我要介绍Bell 就是我们的铁板烧 为什么呢 因为铁板烧 铁板烧呢 师傅呢 有这种热血男人的感觉 而且热腾腾的端出来 哇 绝对是很有feel啦 Bell 你觉得呢 铁板烧外面都吃得到啊 不太稀稀 我跟你说 在美国吃Buffet一定要吃一些异国料理 介绍你这个 这是南美洲风味巴西窑烤的羊腿喔 烤了一个多小时 充满了香料的味道跟肉汁 超棒的 通常呢 这种好吃的东西绝对都吃不够的啦 吃不够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这个中西合璧的喔 我们这个是北京烤鸭 非常道地的北京烤鸭 然后还可以夹上青葱跟这个挂包 让你吃得很开心 这个没话说 输得甘愿 口制服口服 不不不不 哎呀 镜头前语无伦次 只因为贝儿说 巴西烤肉加片皮鸭的超级组合 实在太无敌了 让我吃到脑袋都打结 赶出这么多高档食材 难道不怕被吃垮啊 原来在美国已做二十多年的开餐馆经验 甚至唯有走高档路线 薄利多销 才能把生意做好又做大 甚至连冰淇淋这一项 都坚持手工制作 别那么多之后呢 我跟贝儿竟然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这里的冰淇淋 那么这个冰淇淋有什么好吃的 像我手上这个焦糖奶油 它的焦糖味真的是非常棒 那贝儿你呢 这个我要推荐的这个东西呢 是意大利的Gelato 它最好吃的口味就是这个 开心果口味味道非常的香 很好吃哦 因此呢带朋友来亲身 绝对不要错过他的冰淇淋哦 我们在这边吃了 我们的食物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里面的食物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我们做了很方便 我们做这些东西 我们做了很棒 我们做了一个东西 我们有14分别的东西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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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都会吵了 因为它是因为的 所以真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想要帶你的朋友 好好地親住一下 記得一定要來 CP值超高的海鮮Buffet 而且不只是青春而已喔 你所有的節慶 都可以帶你的親朋友 還有一起來 接下來我們來的海鮮咖啡 也是絕對不可以錯過的喔 那就祝大家 Happy Holiday